先来来关心到一家社会小线 中了向发生一家 拿刀子驾车的事件 今天25岁厚生男主和她的弟弟冠家了后 将车丢到停在道路的中午 并且准备开山都要来补修 临世路加速因为无法通过 所以吃了垃圾 所以硬去厚生男主的父母 拿刀子驾过去 后果在路上加速马上渡铁路 并且用手机的向警方来报警 只不做生相亡 80年至8月 在台北是车丢停在道路中午 为了提车的教室 临世路主是吃了一剎喇叭 并且出现一位男主 丫头开始驾过来 路主是走到冠京都带路 但只是发现在中央的道路上头 临世家室上去当时的状况 也非常害怕 吓死了 他跑路速非常快 我还好看到有一台车在路中间 然后看到一个人手拿链刀 我就有紧欠心了 因为之前在那个小三号小妹妹 那个事件啊 我就一直很担心 路主提到行车记录去报警 竟然是马上开车了人 发现这名男主 在上个月 也在梁南路 跟其他人发生求婚 无缘无故 开车都一位男生串民 事由监视气录得很清楚 这个民众的行为 事实上已经造成社区的困难 那我们百分局啊 为后续啊 就他的状况 来做时续的追踪啊 那如果必要 我们会请这个卫生单位来协助 那是否 是否有需要这个强势就义 我们后续啊 会跟卫生单位来做相关的配合 共表示 现在男主的阵性状况也不稳定 每天跟人去完结 家乡已经从男主带去便宜观察 不希望再造成社会不安 另外开车都人的部分 也已经移载上海桌 和上丁板当中 记者 张伯雄 蔡英伯 到